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神分裂 很多人可能只认为精神分裂就是有两个人格之类的东西 其实这只是精神分裂的一小部分 下面来让沈阳国防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解答 精神分裂到底都包括了什么 专家 一 睡眠问题失眠 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人们通常不会在意这个问题 因为失眠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玩玩手机之类的事情 总会感觉完困了就睡着了 但是如果你失眠有连续的这几种症状 那么你就需要注意了 晚睡早醒 夜长梦多 入睡困难 睡眠险一醒 早醒多梦 容易惊醒等等 这是精神分裂最典型的症状 二 思维问题 有的精神分裂患者 他们的思维会很奇怪 就感觉他们的大脑比普通人的大脑更发达 总会想到普通人想不到的事情 什么自己穿越到战国时期当皇帝啊 将军啊 什么不屑实际的东西 二 哪怕吃饭都会想别人有没有在饭菜里下毒 充满警惕感 看到别人在小声争论 都会认为是在说自己 哪怕别人吐口谈什么的 都会认为是在嘲讽自己 三 幻觉幻听 他们总是会感觉有人在喊他 哪怕那个人让他从二十多楼的地方冲破玻璃跳下去 那么他肯定会不顾自己的生命而冲下去 一 为他会非常信任 那个声音是对的 他会百分百的信任 那个自己听到的声音 四 动作行为 他们的行为动作可能会非常的怪异 有时没事半个鬼脸 吓唬一下身边的人 呆板的行为和呆板的姿势 表达了他们非常的紧张 身体紧张 精神更紧张 以上就是精神分裂的全部症状 抓紧时间看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症状 有的话请抓紧时间去专业的医院去看一下